陈小冬最红的时候,是所有人公认的小天王。大家都说是下一个张学友,所到之处全都是疯狂的粉丝。放鞭炮,五十五龙的庆祝,就连恶作剧之吻的女主角林依晨都沉迷其中,SHE的Slender逃客去看她的演唱会。 张伯芝和她恋爱时,特意花了近八百万的港币,买了一栋豪宅,打算和她共赌余生。只是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她和经纪人、女友、恩时一一反目,让大家对她的称号从天王变成了摔神,如今更是早已被人淡忘。 陈小冬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当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到底和她本身有没有关系呢?四大天王在成为巨星之前,都不是从小专业学音乐的,而是半路出家,然后拜师学艺。 所以,尽管他们的歌曲传唱度都很高,但从专业的角度讲,除了张学友之外,其他三位的唱功都不算顶级。 但巧的是,刘德华、黎明、郭富城三大天王,都曾拜过同一位师傅,就是戴思聪。 他的第一个学生就是,那个在央视春晚唱《我的中国心》的张明敏。 这之后,戴思聪便在香港乐坛里名声大振,很快家中便云集了王妃、梅艳芳、梁朝伟、谢霆锋等各路歌手。 光是把这些名字排在一起,就足以撑起半个香港歌坛。 到了陈晓东拜师的时候,戴思聪已经是著名的音乐教父,而陈晓东之所以如此轻松,就拜的名师,主要是因为家里有钱。 四年级的时候,母亲就将他和弟弟送去了美国读国际学校。 在校期间,陈晓东一度品学兼优,还拿下了美国商会的奖学金。 枯燥的学习之下,他便以唱歌来打发时间。 由于经常在家里练习发声,母亲怕他练坏了嗓子,就专门为他请来了声乐老师。 因为外表俊秀,天赋俱佳,所以戴思聪对他格外重视,并夸他有天王志向,还让他住在了自己家里。 陈晓东本人也放弃学业,准备专攻歌唱事业。 两个人签下了长达九年的合约,老师亲自做他的经纪人,并介绍他去了著名的保利金唱片公司。 没过多久,陈晓东便以四大天王师弟的名号出道,进入乐坛。 但他并不知道的是,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温师的心思并不单纯。 陈晓东20岁那年,凭借一手《打开天空》,拿下了1995年的十大竞歌金曲奖,随后又推出了《与我高飞,了解你的所有,在乎你感受》和《心有独钟》等专辑, 更是帮他达到歌手生涯的第一个巅峰。 当时香港媒体曾做过一个,20年来最受欢迎歌手的调查,歌神张学友高居榜首,以下皆是歌坛重量级歌手,而新人只有陈晓东一个。 除了唱歌之外,在那个艺人全能的时代,他也和前辈们一样,拍摄过不少电影电视剧。 搭档的女星都是梁永琪、袁永怡等一线女神。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陈晓东成为了香港乐坛世纪末,最受欢迎的年轻偶像之一。 再加上书生义气,外形俊朗是当时无数少女的梦,每一次登台现场,都会引来粉丝们撕心裂肺的大胆。 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也许只有谢霆锋才能与他媲美,可娱乐圈里风光似幻似虚,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大红大紫的背后是暗潮汹涌的危机。 可是由于出道的年龄太小,陈晓东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因为母亲在他很小时便离婚,所以家里也没有眼光长远的长者,只有师父与他最亲近。 所以,陈晓东出道初期时,一直把戴思聪当成是自己的父亲,结果没想到让自己吃了大亏。 最红的那几年,戴思聪疯狂为他接工作,导致陈晓东积劳成疾,年纪轻轻身体就出现各种问题。 1998年,陈晓东得了急性肠胃炎住院,戴思聪并不是反思自己,反而害怕爱图因此退出歌坛,自己没了收入,于是便商量着继续签订一份养自己一辈子的合约,并提出日后演出用金五五分成的想法。 面对恩师的狮子大开口,陈晓东从难以置信到怀疑人生,最后还是决定提出解约,师徒之间反目成仇,最后闹上法庭,支付了350万的书身费,此事才算了结。 其实戴思聪不止这样对待过一个人,后来他还曾向另一个徒弟郑佳颖提出过一日生在娱乐圈,就一生都要让老师抽拥一成的要求。 外界纷纷被戴思聪的无耻所震惊,指责他是吸血鬼。 此时,陈晓东正在庆幸自己逃出了戴思聪的魔掌,但他不知道的是,真正的劫难才刚刚开始。 虽然不用再受戴思聪的管控,但是他在业内抵御身后,不断向媒体散播谣言重伤陈晓东,导致他资源大减,最后被公司血藏,乐坛事业陷入低谷。 但好在好友梁绍英在此时向他伸出援手,两个人签了五年的友好合约。 为了他的事业,梁绍英投入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并为他拿到了环球唱片的目标。 同年,陈晓东发布了同名专辑《疯一样的男子》,让死灰般的事业又有了点起色。 2000年又凭借一张《比我幸福》,陈晓东再次登上巅峰,四年还和孙岳一起出现在了春晚的舞台。 海言甚至把他写进了小说《玉观音》里,男主角因为女主喜欢陈晓东而吃醋了好久了。 因此对于这位新的经纪人陈晓东十分信任依赖他,还对记者开玩笑说,我已经同他结婚,不过是在工作上。 当时,外界盛传梁绍英对他有爱慕之心,这样的话难免有些渣男语录的意思。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恶耗便传来。 2000年1月10日,梁绍英从公寓23楼纵身月下,只留下一张巨额支票,和无人照顾的双亲,令人唏嘘不已。 更加讽刺的是,往日恩师在此时也全然不顾往日的情分,在媒体面前冷嘲热讽。 其实,即使陈晓东不喜欢他,因为事业牵绊,在梁绍英身边当一个不可缺少的经纪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为什么要自杀呢? 当时对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最主流的说法就透露说,是因为张博之。 因为他对陈晓东有爱慕之情,但是南方却爱上了张博之,最终梁绍英爱而不得为情自杀。 对于这种说法,陈晓东极力否认,并解释道,我到过墓园去看他,那天大概是凌晨三四点,墓园黑漆漆的,阴森森一片,根本不可能有人帮我开门。 我不知道他被埋在哪一个,便一片片找,找了好久才看到他的名字。 独自一个人在墓园名思了很久,直到听见其他人的脚步声才离去,虽然并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也不明白他的用意。 但这种说法终归是猜测,所以没过多久,舆论便散去了。 然而,同年六月,陈晓东和张博之的恋情便曝光了。 那个时候,张博之是公认了玉女,而陈晓东是歌坛新秀。 两个人年纪相仿,又同属于一家公司,所以自然是互相吸引。 二人一次在餐厅聚会,被狗仔一路跟拍。 直到陈晓东突然握紧张柏之的时候,他们的恋情正是坐实。 经纪人梁绍英的死也再次被提起。 可是不管外面怎么说,陈晓东都坚持轻者自轻的态度。 有记者问他,你不怕你的粉丝不喜欢吗? 陈晓东说,我不管的,如果真的拍拖了,我就是很坦然的。 这份勇气和前几年的陆寒差不多。 就这样,陈晓东成为了张博之第一位公认的男友。 他们一起出双入队,还一起参加颁奖典礼, 但没想到这样甜蜜的爱情,仅仅一年之后就分手了。 本以为体面分手是对两个人最好的结局, 但没想到事情的发展远比我们想象的精彩。 对于两人的分手原因,有猜测是因为黎明介入的, 也有猜陈晓东劈腿周立奇的。 还有写张博之在梁绍英自杀仪式后, 心存借地,转头和黎明,谢霆锋等人玩起了暧昧, 就在外界纷纷吃瓜的时候, 陈晓东本人亲自在节目里抱起了料, 在参加康熙来了。 被问到张博之和谢霆锋在一起的话题时, 陈晓东说了一句, 这样的说法仿佛坐实了大家的第三种猜测。 一时间张博之的玉女形象大大受损, 严重影响了当时的口碑和资源, 为了替她做主,向泰晨岚直接召开记者会, 怒斥陈晓东才是渣男, 细数了她用情不专, 戒指上位,胡说八道等七宗罪。 不得不说,插刀前女友, 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大忌, 即使真的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这话从前男友嘴里说出来, 都难免会让人觉得不合适。 总之,在这场大战中, 陈晓东没有得到任何辩解的机会, 只能无力地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 可像泰智力太大, 几乎掌握了香港娱乐资源的命脉, 所以她傅歇汉的形象, 在人们心目当中被认定。 接着她的家中, 还曾遭到了一伙黑社会人士, 入室抢劫和威胁。 有人说是, 像是夫妻之使, 也有人说是张博之的黑社会老爸所为。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 两个人到底是谁先劈腿, 早已说不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东之恋彻底将陈晓东的天王梦打碎, 大家都以摔神来称呼他, 一连环的打击, 让陈晓东那段时间几乎心如死灰, 不吃不喝不睡, 眼睛熬得通红, 还抱着母亲说道, 我跪地请求上天救我一次, 给我个机会。 为什么这么多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难道我这个人真的坏得太厉害, 所以要承受这么多? 歌坛得罪了戴思聪, 影坛得罪了向太, 走投无路的陈晓东, 只能转战内地, 举驾搬迁。 凭借着曾经小天王的底蕴, 内地对陈晓东还是很宝贝的。 2002年, 他正式开启了在内娱的影视事业, 但可惜的是, 往往由他演唱的主题曲笔角色, 更让人印象深刻, 只有和大艾塞2004年拍摄的新版《妾女幽魂》小伙了一把, 之后便在无奇色。 2007年重回香港乐坛, 再次签约香港国际娱乐唱片, 但他似乎并没有珍惜这次机会, 发行了两张专辑后, 就被工作人员爆料说他为人虚假, 利用公益作秀, 把镇灾当成了宣传秀。 但到底是陈晓东为人不行, 还是有人在整他, 都无法得知。 经此一事后, 港圈里没人愿意再捧他, 连带着内地的事业也大跳水。 此后六年, 没有大制作, 更没有好剧本。 他在娱乐圈的咖位一降再降, 参加热门选秀也是无人问津。 不过, 虽然事业停滞不前, 恋爱却没少谈, 从艺人到模特再到主持人, 一个个女生来到他身边, 然后转身离开, 最终和小13岁的台湾小护士 王于贤凤子成婚, 相伴至今。 时至今日, 他和张伯芝已经和解, 据说空闲时间两个人 还会一起吃饭聚会。 对于恩师戴司聪, 他也回应过, 表示过去的事情我不愿意再提。 戴司聪去世的时候, 他意外地出现在了葬礼上, 并抛去恩怨, 扣白恩师。 想起心有独钟多少人感动魅目。 有人说, 听这首歌的都是有故事的人, 而唱这首歌的人又何尝不是呢? 这里是洞见人物, 如果你有想听的人物或者是故事, 欢迎留言, 我将尽快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 rod回应的材料住这首歌的特别人感动魅目, 昨天天说, 我只能尽快为大家的行为, 我带来而知名留意。 我从这首歌的人 cave, 由于刚才他诊负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的人会跟据远远养一张之后, 也议好的印划之后,